人生大道理 你心在动 所以就随留失德性 无喜亦无忧 说明一切的行为和人的内心有关系 因为你的意识变了 对这个问题有看法了 实际上你这个心就生出来了 这个世界上今天喜明天悲 一切都会过去 所以无喜亦无忧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孔老父子 他有一天外出 正好天要下雨 可是他没有带伞 他的弟子就说 父子子下有伞 你问他借吧 孔老父子一听马上就说 不可以指下较为令氏啊 我问他借 他如果不借给我的话 别人会觉得他不尊重师父 所以借给我的话 他心里肯定会心痛的 和人交往 我们要知道别人的长处和他的短处 不要用别人的短处来相处和考验别人 否则你永远不能理解别人的心 所以有意要长久对别人的理解 就能够看出你自己的本性 经常要用心来问一问 我今天做的事情 我对得起良心吗 今天我能不能看到自己的本性 因为我们的心就像一面镜子 很干净 当你碰到坏的时候 饿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反射出一种恶行 当你碰到善良的事情 你的心就会造出你善良的一面 实际上心本身是好的 但是看到你外层的接触 一次次的接触外面的环境 才会制造出你这颗心 所以我们常说 心中存恶 你呢 就是因为你的心已经恶了 如果你今天心中经常想到 我应该做善事 帮助别人 说明你的心有善良的一面 希望大家要懂得 心中存恶 有时候心似有缺无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 有两种心态出现的时候 我到底选择是一个恶心来对别人 还是用善心来对别人 这是你的一个选择 实际上选择了你的一个好的心态 你就拥有了善良的 优优的一处 如果选择了你一个不好的心态 你的本性就没有了 就是没有一个善良的东西 所以人经常说开心 开心 开心是什么 开心是因为你心动了 因为你动了很好的意念 让你的心开出来了 开花了 所以开心 伤心呢 就是因为你心动了 你就是想到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你的心才会动 万物为心造啊 人的一切都是自己在造啊 我们今天的发喜 开心也是由我们自己造 我们今天的伤心也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 所以修心呢 就是要修出自己的善良 我们要制造善良 你就会去除恶念 我们就是要制造善行 我们的心才会平均的 一直很好的修 我们要征修 我们才能改变 希望大家要懂得 善人有善报 恶人有恶报 今天我们能够闻到佛法 希望大家广众善缘 广积佛缘 让我们的心能够提高到佛的境界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会得到更多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